比利时人吃粥吗? 欧洲人吃粥吗? 简单的答案是不吃 很多外国人虽然英文里粥翻译成congee 但是还是不知道粥是什么 congee是什么 而且知道了以后应该还是不喜欢吃 我记得有一次在桂林我得了流感 然后我丈母娘在坑德基给我买了一碗粥 我这个外国人健康的时候就已经吃不下粥 你说我胃不舒服发高烧突然会喜欢吗? 我一口没吃 当然我那个时候还不了解粥的一些作用 也从来没有吃过 那个时候就不这么了解中国 我丈母娘给我买也是为我好 OK,欧洲人不认识或者吃不惯中国的粥 但这也是简单的答案 如果我们想知道欧洲人到底吃不吃粥 我们要很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类似的食物 有没有细事的粥 分析一下粥是什么 粥里面有米 这个肯定米就在中间 那这两个公式怎么回事呢? 我查了一下粥字的来源 但我越看反而觉得越复杂 最后还是不知道这个公到底值的是什么 但是出现了个粥 粥是有三个族的一种锅 呃,我们要粥 这样化成锅就可以了吧 不看汉子粥还要什么特点 中国的粥多种多样 但是共同点是 加水或者高汤 煮熬或者焖熟 一般早饭吃 按这些标准来看 西餐是要类似于粥的食物 欧洲应该有几个地方可以吃比较像粥的一些假厂菜 或者当地的美食 但是我想跟你们分享这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用荷兰语叫Respap 西班牙语叫Arosco Leche 谷歌或者百度的话就会出现Rice Budding 米饭布丁 但这个名字不太精准 不能算是布丁 圣米加奶煮熬或者焖熟就会有这个 不是串动意义上的粥 但基本上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不是用水做的 是用奶做的 也没有中国粥那么多便 一般只会加糖 肉桂粉 香槽或者饭口花 冷的热的都可以吃 可以早饭吃 但也可以算是甜品 当然这个是罐头食品 质量 质量不好 比较浓 然后放肤肌多 加热还是不太像我在中国看过的粥 看看新鲜做的是什么感觉 OK 这个是罐头的 这个是新鲜做的 这个新鲜的就没那么浓 没那么稠密 浓稠 它更像粥 不像这个充满着风负剂的罐头食品 我也没有加那么多糖和香料 所以它比这个罐头食品的更清淡 就是原味嘛 这个我觉得早饭吃也非常合适 就没有那么腻 新鲜做 然后多加一点奶 中国人应该也可以接受 可以把这个看成粥 当然我现在用勺子 中国人应该也会说喝粥 这个也可以喝 就是不太方便 满粉 等一下 视频还没有结束 哇 鲁克这么多内容 你好精彩啊 比利时 荷兰和德国 也有这个 米饭蛋糕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在棉包店里可以买的蛋糕 而且刚好是用这种蜜粥做的 我今天做了很多 我吃不下 所以就来做一个米饭蛋糕 虽然我非常饱 但是还是吃一口给你们看 上面有一点脆 里面就很软 新鲜做的超好吃 这个味道估计你们可以想想 毕竟中国有一些法式面包店什么的 应该也有或者有类似的蛋糕 这是今天的视频 希望你们学到了什么新知识 无论是粥字本来有一个例 或者关于文化 就是我们怎么吃粥 如果有可以考虑给我点赞 或者三连 谢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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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